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澳門經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澳門社會亦都越來越感覺到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的重要性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構建越港澳大灣區 越澳深度合作區的將會是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的重要機遇 現時較為成功的項目有 越澳中醫藥產業員、澳門產學研一體國際研究院、澳門新街坊等項目 這些項目都可以為澳門長遠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但是越澳深度合作區內不應該置限於上述內容 應該以更加開放思維、改革創新、取長保短 引入更加靈活創新、自由開放的管理模式和法律制度 這樣才可以體現到跨法位合作的應有之意和示範之效 為此我想問一問行政長官閣下 在越澳深度合作區的管理模式和法律制度方面 有甚麼構想呢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陳華強議員 越澳深度合作區 我剛才已經說了幾次了 我現在還不可以披露裡面的主要內容 所以我是回應不到你很多這一方面的考慮 但是坦白說你所考慮的問題 都是我們所考慮的問題 在這個深度合作區裡面 我們都會有考慮 都是同一個問題 關於雷華法制的問題 怎樣是有方面的設想呢 我想這個一定要是深度合作區 他們中央是怎樣批示給我們 我們才可以去落實這件事 因為澳門的法律 在現階段來說 是不是因為一個合作區 就可以跨入去我們內地的法律體制 大家一定要明白 當年我們拿澳門大學的時候 我們都是要做一個很複雜的程序 才是將這塊地租用給澳門 這塊地不是滑撥給澳門的 是有一個年限的 都是到2049年的 所以這個是很清晰的 但是我們是當時拿了授權 將澳門的法律制度 可以延伸到橫琴澳門的校園區 1.0926平方公里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了 你說現在我們在這方面有什麼構想 我不回應你 到有新的合作區的文件可以披露的時候 我們會有我們的想法 多謝你